好 那上一節課呢 我們是畫三維的函數圖形 就是 z 等於 f 這種圖形 那事實上二維的有參數式 三維的其實也有參數式 那我們稱作參數曲面 首先我們要知道那個參數曲面的參數如何 那這個指令是這樣 plus 3d 用中括號把這個參數式寫出來 例如我現在畫一個圖形的參數是 2u加3v 它的x座標是這樣 y的參數是1加5u-v z座標是2加u加v 我們也可以指定uv的範圍 u從-5到5 v從-5到5 好 這樣按enter 原來畫出來是一個空間中的平面 同學們只要把這個三個 x y z這個座標 改成別的 就可以畫出其他的參數曲面 我們再試一次喔 舉例來說呢 我們畫2乘以sin u y座標畫3乘以cos u z座標就用v 那這個就是它的參數式喔 那u呢 u就繞一圈 所以我們從0到2π v呢 我們從0到3好了 這xy剛好形成一個橢圓 那v會一直長上去 所以它是一個橢圓柱 enter以後發現一個橢圓柱 看起來怎麼像圓柱呢 原因就是這個比例不正確喔 那我們這邊按1比1 就會看得出來是一個橢圓柱 橢圓柱 那並不是所有的圖形都很容易把它的參數式寫出來 如果隨便給你三個變數的方程式 要把它畫出來 這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喔 那maple呢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函數 可以大致上把這個圖形畫出來 那這個指定叫影函數的3D繪圖喔 叫implicit plus 那這個implicit plus 在這個plus的這個函數圖裡面喔 所以我們一樣要先執行with plus 那再打implicit plus 3D 這個畫的函數圖形假設是長這樣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等於1 那這個影函數畫的時候呢 要xyz的範圍都要假設 x從-1到1 y從-1到1 然後按下去 畫出來一顆球 這一個當然是我們也知道一顆球嘛 那這個maple的做法喔 就是在你給的這一個範圍裡面 一直取值 就是-1到1裡面取了20個點 y-1到1也取20個點 z-1到1也取20個點 然後把這些點全部描繪出來 所以畫出來的圖會稍微醜一點 那要漂亮的話 其實就要用參數字畫才會漂亮 像這個球呢 我們一開始這個方程式 不知道它長怎麼樣 有時候隨便寫是很難知道它怎麼樣 我們可以先利用maple這個implicit plus 3D 先畫一個大概 知道是球的時候呢 我們在想辦法用熟悉的座標 去把它參數字寫出來再重新畫 就會比較好看 像這個球我們當知道這個函數是 長成像球一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知道它的參數字 那用參數字畫喔 舉例來說我們這個 知道球的參數字是長這樣 它是sin u乘以cos v 然後y是cos u乘以cos v z是sin v 這個參數字 球的參數字就長這樣喔 至於為什麼長這樣 這個在微積分裡面有詳細講 我們就不講了喔 那uv有範圍 這個u呢 是這個球 從上面 北極這樣下來的角度喔 所以它頂多0到pi v呢是水平的這樣繞一圈 很像精度一樣 0到2pi 這樣畫出來 這個圓 如果用參數字畫的話呢 就會比較漂亮喔 那我們從微積分裡面 學到球的參數字長這樣喔 那那個u呢 u是從北極一直到南極的這個角度喔 所以最多是pi 那v呢是這樣水平繞一圈 所以0到2pi 那這樣畫出來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漂亮的球喔 那這個剛剛這個 用隱含數畫的這個圖形 就漂亮很多喔 有了參數字以後 我們可以改變這個範圍喔 像這個 只有繞一半 它就會只有繞一半 就是一半的蓋子 那這邊也是喔 我們如果用2分之pi 它就會變成這樣喔 不是每次都那麼容易 把參數字寫出來的喔 有些容易有些不容易喔 舉例來說喔 我們畫一個這個圖形喔 這個圖形比較複雜喔 x平方 加上 4分之9 y平方 加上 z平方 減1 整個的三次方 減 x平方 乘以z的三次方 減9 除以80 等於0 我現在畫的隱含數 是長這樣喔 這麼長喔 然後我們要給予範圍喔 我給x從-1.5到1.5 y從-1.5到1.5 z也從-1.5到1.5 好 這畫出來長成這樣 那為什麼會長成這麼稠呢 因為它就是從我們給的這個 這個範圍中間取喔 它這個連線就會比較稠喔 我們可以指定它點數取多一點 那這個指令叫grid 它取的隔點 第一個就是x的範圍 我們取30點 y也30點 z也取30點 所以剛剛在這個範圍裡面 它都各取30點 所以這中間就取了2萬多點 27000那個點 好我們按enter 它點數取得比較密 我們就看出來 這個圖形是一顆愛心 這上面還有一些功能 就是可以把隔線取消 這樣比較像愛心 比較像愛心 或是指用點 很多方式呈現 很多方式呈現 隔點取得多 看起來就會比較像那個圖形 那這個隱含數圖形呢 就長這樣 25分之x平方加y平方 減4分之z平方加1等於0 那先用implicit plot畫 畫出來看看大概如何 然後我們再去用攀數式 把它重新畫出來 畫成比較漂亮一點 換取尖 ока 摘 JES możemy États